疫情是否又升溫 你怎看港股這一輪反彈上來 是否有少少短期整顧壓力才再上升 是的 有時短期有些整顧 就算它是一個精細裏面 都會有的那些整顧 亦都很難去日日升 就是因為前陣子太多人看好 其實昨天是比較 但這一輪都是很重牛 太多人看好其實很容易會打回來 昨天我未看 昨天最新是昨天大約21,400的牛證重貨區 那裏有千多張期指的牛證 昨天很早已經殺光了 待會看看再更新的數據 所以會有些回落 但究竟站穩什麼位置還可以繼續向上呢 現在都是看6月中的底 就是20,078點 外圍當然是一個憂慮的因素 我想過去年多就變成港股跌 即是美股升了 港股都是跌的 都不跟升的跑輸的 可能都跟,但跟得太少了 即是長期跑輸的 跌就跟得很足 是的 今年的形勢就有點逆轉了 尤其是最近 反而是港股是跑贏美股 而且美股只要喘穩一點 港股都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美股再繼續這樣跌下去 那港股是難搞的 不過美股就剛才說了 除了滑美聯儲的消息 還有就是 其實雷跌得多之後 都開始串穩穩釀反彈 所以這邊都應該有個港股 好一點的機會 雖然這幾天暫時短期跌了 不過都仍是 下面那個支持在20,078點 即都是6月中的底 守得住這個位置 就維持看好的 這個做現在一個最短線的分界 其實就是 徐先生 考資人